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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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Muzi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棚内版早餐汇报的时间了 那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 诶 这个步行有点陌生有点熟悉 因为我们好像魁维可能快半年多 绝对超过了 对 好久不见了 没有拍棚内版了 对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停拍嘛 后来疫情之后呢 我出了非常多的外景 但是呢 安俊都没有出现 对 我很久没有出现在这边 所以呢在今年的最后 来看看 今年Top 10 News 是什么 2021 Muzi Re News Top 10 第十名的新闻 小提琴家带乐器登机 受刁难又一桩 这个东西其实算是久闻了 对老师畅谈 我们一直看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很糟糕的是 为什么一直看到 还是一直没办法解决 这个美国的小提琴家 他甚至早就料到这样的事情 他印了法规 带上去要登机 结果航空公司进来跟他说 我们不用遵守联邦法规 对 这个其实也是蛮好笑的 对 什么事情啊 后来呢 反正这个风波 是暂时平息了 那再来呢 其实就是有趣的新闻 跟科技有点关系 Top 9呢 他就是说 AI破除9的魔咒 创造了贝多芬的第10号交响曲 那时候出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讶异 想说 哦 贝多芬第10号 会是长什么样子 那他其实用的方法就是说 他去为AI 所有贝多芬的交响曲 以及他所有的作品 再来就是 因为贝多芬其实 有写一些草稿 他就用那个乐司啊 动机去发展出第10号 但坦白说 我觉得听完的时候 你就只是觉得 听起来就很像一个模仿制作了 对 其实有很多作曲 其他有那种未婉之作 然后可能是他们的学生 或者是他们的朋友 帮他们续写的 我个人觉得听起来 都还比AI贝多芬要好 而且我觉得 其实大家可以去想想 如果假设今天 贝多芬子写了八首交响曲 那你为了他第1号到第8号 那真的能写出第9号吗 因为第9号是第一次 加入了一个合唱的交响曲 那我相信AI是绝对做不到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 AI作曲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取代一个真人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没办法 另外一个进入Top8的news 我们都会说 学音乐小孩不会变坏 或是说学音乐小孩会变聪明 那这个研究本来一开始是想说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学音乐小孩 可能通常家里 经济状况比较好 所以他学业功课好 可能也是因为经济状况的原因 所以他要来去研究 想要破除这个迷思 结果没想到证明了这个迷思 甚至是因果关系 对 他就是发现说 其实他把这些元素拿掉之后 学音乐真的是可以有 对于学业学习的正面因果关系 对 那我相信 因为我们粉丝朋友们 或多或少都有学演音乐 所以也造成大家非常热烈的回响 就进入我们Top8news 摩尔多瓦那边的一个小提琴家 他要把一个瑞士的商人赞助他 让他带出去演出的小提琴呢 要出国的时候 被自己摩尔多瓦的机场扣下来 对 而且他那个小提琴是名情 是Guadalini的一个名情 他们其实扣他的原因是说 他超过了申报的价值 他应该要申报 可是这件事情就很吊诡啊 你说像曾宇谦也是拿了一个很棒的就是 实际上根本他连到底要怎么申报 多少价格都很难确定 这个琴就被扣在海湾 就是应该扣了两个多月了 所以这其实都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音乐家有非常多的神童 你就会觉得说 他们到底是因为很小就接触音乐 所以才这么厉害呢 还是说他们真的忘了喝孟婆汤呢 对 那就进入我们这次的Top6news 史上年纪最小发行四季 小提琴携奏曲录音的小提琴家 这位呢 是2018年曼柳英青少年 小提琴大赛的首张得主 他叫做李应恒 大家可能觉得说 神童这个东西我们其实看了不少 尤其是像这样的小提琴家 在10岁左右展露头胶 其实是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呢比较奇妙的就是 他竟然得到了机会要发行唱片 那尤其他在DECA发唱片 DECA上一次发4季小提琴携奏曲 这种很热门的曲目唱片呢 已经是在17年前的时期 对 是Ginnie Youngson 那时候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很天才的小提琴家 也是神童类的 所以才引起大家的热烈关注 而且是四季 其实他是一个技巧非常困难的曲子 那讲到技巧非常困难呢 还有另外一个小提琴家 他每次出现这个状况 都会让大家觉得神乎奇迹 就是陈瑞 对 陈瑞这个很奇妙的是呢 因为他最近演出的时候又遇到了断闲事件 这个我们在2017年跟NSO Ocean的时候 也有遇过 他有发生过这个 而且是第一站就发生了 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像这次一样是 气候啊 温差或是湿度变化的关系 这个对陈瑞奇影响蛮大的 他在财可夫妻小型协会曲里面 一个蛮高潮的地方断了 他还硬先把那一段拉完 然后呢 立刻转头就跟那个首席换情 然后就立刻接下去 所以我觉得那个 大家觉得哇 有这样一个记录神乎奇迹啊 就非常开心的去转贴 对 让他登上我们的Top5 News 需要相当的技巧 对 那再来Top4呢 其实是一个台湾的音乐活动 今年呢台南国际音乐节 他是第一次举办 我们同志也做了非常多系列报导 像我也有跑去台南拍这个早餐汇报 是 这一篇呢其实是讲这个四大购票功率 旅游提案篇跟特制行家篇 我觉得那个时候当然也是音乐疫情缓解 然后比较解封一点 大家可以出去玩 那这个台南国际音乐节 他的特色呢 就是他很多的音乐会都办在景点 所以也造成 大家可能会想要好奇说 那如果去台南玩 或者说我去听这个音乐节 我还可以顺便去哪里参观啊等等 所以也登上我们第四个News Top3呢 古典音乐最大的年度 应该是说五年一度的盛世 肖邦钢琴大赛 变堂期的大比赛 因为今年台湾音乐界非常开心的是 我们有三位钢琴家 都进入了肖邦钢琴家的正选轮 而且呢三位全部都进到第二轮 那你以这个入选的百分比来说呢 他已经算是创下一个台湾的记录了 因为之前曾经有过进到第三轮 但是他就是一位 那今年的第二轮就有三位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期待 到底第三轮会入几位呢 那虽然后来很可惜三位都没有入到第三轮 Top2是朱莉亚音乐院的挑战 对挑战什么呢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五月的早餐汇报 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对就刚好是上一次的棚内版早餐汇报的时候 这个朱莉亚的事情呢 就是说有一个朱莉亚的学生 他收到了一个摇滚明星的邀约 邀他一起去演出 可是呢他收到邀约的时候 一开始没有什么反应 他没有感觉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是摇滚明星 到现在的新闻就是说 他根本不知道王立宏是谁 让王立宏来找他合作了 他没有感觉 而且重点是那位摇滚明星 就是Bruce Springsteen 他这个工人皇帝 是非常有名 在美国地位非常崇高的一个摇滚明星 所以其实那个作者呢 他就有点去反思说 我们一直努力地演出 然后钻研我们的技术 可是我们好像跟外面的世界是脱节的 对他觉得可能古典音乐的教育 是不是应该要更多元一点 更跟得上所谓的时代 或者潮流一点 但是安全个人的看法是说 其实学校没有办法教我们所有的东西 与其说可能教育上要去多么的跟上潮流 或是跟上时代 不如说可能更希望学院的心态可以更开放一点 也许对学生的未来更有帮助一些 TOP1它是肖邦钢琴大赛预选轮开赛那天的新闻 我会觉得很好玩是说 既然是预选轮比肖邦钢琴正赛的点誉率更高 还有更高 对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这次预选轮有9个台湾钢琴参赛者 然后我们把他的这个时间整理出来嘛 大家会想要看 那我觉得另外还有很大原因是因为 刚好那时候是7月台湾正在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候 大家就守在家里关心这个活动 那时候其实我们每一次有某个参赛者要登场的时候 我们都会PO说大家来加油什么的 然后你就会看到大家真的回应很多 然后也都会在那个YouTube上面帮他加油啊等等 出现非常多国旗啊 或是鼓掌的emoji 今年呢古典音乐年度最大的关键词当然就是 肖邦钢琴大赛 那当然我们也很期待最后这个首奖冠军刘小宇 可以在疫情比较平缓之后来到台湾演出 其实他本来去年就要来演了 那因为疫情取消 那其实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好所以这里呢就是2021年Muziri News Top 10 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也期待呢明年应该在疫情更缓解之后 国际的旅游啊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我们可能也会有更多有趣的音乐新闻 或是说音乐会的演出来介绍给大家 最后呢就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么母记长汇报下次再见咯 拜拜 今天掌汇报大家喜欢吗 喜欢的话麻烦朋友按个赞 或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个人意见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母记长汇报2022年再见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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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